那麼下一分享者事實上跟錦鴻比較不一樣 錦鴻他自己來報名 他是毛罪之間 然後這個分享者比較特別是 他是透過另外一個合作平臺 就Flybee 他們專門做群眾目視的平臺 因為他全台灣最大 然後他們在做事情 事實上我也不知道在做什麼 因為我們沒有做調查 因為做調查就有一個 先入不為主的概念這樣子 所以我還是希望拖沙的嘴巴 來跟各位分享 他們在做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用最累的 來歡迎我們齊安來做跟各位做分享 我們早上歡迎齊安 謝謝大家 嗨 大家好 我一起來 好 欸 欸 腳 你不是說你會用嗎 我按了嗎 就按左是下一頁 好 這是剛剛從副門店也有不管 好 我先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就是我大私下的時候去法國交換學生 OK 我大私下的時候去法國交換學生 然後我念那間學校叫做巴黎高等女子理工學院 所以你是 然後 後來 其實後來發現他們學校男女各辦 所以有點失望 但是其實還是蠻好玩的 然後後來 回台灣之後呢 就開始找了替代藝 欸 大家有看到蔡振元就之前嗆領非凡 說什麼 我主張台灣獨立 當兵就要當替代藝一樣 對 就是我 對 就是我 然後替代藝之後 對 對 替代藝之後 我先其實人在聯合報當資料工程師 所以跟你爸是同事 對 你沒有菜 fat 你說人家這樣 großes 然後呢 我們現在要講的事情 我現在要跟大家分享事情 是 在我替代藝一間發生的一件事情 那件事情讓大家 sharing 大歐照全部換來黑色 就是太陽花雪 然後那時候 然後自從太陽學院過後,我們發現一個社會上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世代之間呢,因為接收資訊管道不同而造成的資訊落差 所以我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一場打破世代革合的一個實驗 那我覺得,因為我們其實拍了一支影片,然後覺得介紹得蠻清楚的 然後世代翻譯底上面也有放,所以我們先讓大家看一下 男性人的觀點真的跟年紀大得真的有難過 小孩子是得立場的時候比較有影響性一點 我跟我的朋友一間,認不出來,是被其中 他防護病了嗎?他都也是了嗎?他全部睡了嗎?全部成熟了嗎? 我跟父母之間很大的問題就是 我父母他會覺得,年輕人就會接受網路上的資訊 輕易的被煽動而不去思考這些資訊背後的真實性 可是相對的,我也覺得他們只接受像是新聞或是報章雜誌所給他們的資訊 其實他們會想網好,例如說他們會想臉書或用網理 但是他們看到的世界,即使同一件事情怎麼發生 但是他們看到的面貌跟我們還是很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當我們走進一間世界和他們去對話的時候 會有些改變發生 事實上就是在318學運過後 發現台灣社會一直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因為不同世代之間他們接收資訊方式的不同 所造成的世代隔閡 舉例來說像年輕一代的網路族群 他們除了可以看到傳統媒體的資訊之外 他們還可以在網路上瀏覽到獨立媒體他們的新聞 他們更不用說他們有自己的能力去Google到他們自己想要的答案 但是習慣使用傳統媒體看新聞,像報紙的讀者 他們接收的資訊或甚至切入的觀點 都因為傳統媒體本身的特性而變得不夠全面 他們久而久之,似乎就習慣了這樣被動的去接收資訊 像那個拍拖很容易用輿論導向某個方向 我覺得這個蠻重要的 他說今天政見,他想要探討,想探討死刑呢 還是探討這個,為什麼會有政見這樣子的人 我覺得這媒體是有權利去把輿論導向某個方向 可是,你沒有一個其實去管公開的話 他就是為了市場導向,還是會講的說 他也要提出什麼問題 他們在沒有聽到更多聲音的情況下 你要怎麼樣讓他們做出 對自己,甚至是對台灣更好的權利 問紙計畫用假報的方式接觸到傳統媒體讀者 當大家在讀報的時候 他看完了頭版、二版、三版 看到我們的問紙夾在裡面 而且對報紙的內容提出了問題 藉由提問的方式去刺激人們 思考更多觀點的可能性 我們編輯不平常就是在晚上開會 然後選出當天重要的即時新聞 然後並且預測隔天的頭條 然後我們會思考媒體會怎麼切入 我們再加入一些不一樣的觀點 希望民眾不要跟著媒體走 然後可以從不一樣的角度思考 當我們碰到一個問題的時候 都是等待一個很厲害的人 駐紙的舞蹈 但是通常都不會有人願意跳出來 台灣人一直很害怕辯論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覺得好像辯論就會衝突 就會破壞了河邊的感覺 問紙要問他們問題 找回他們對教室的指引 告訴他們 其實他們永遠有聽到更多聲音的權力 我們希望透過問紙 可以找回一個更好的台灣 好 好 然後就是我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團隊 我們團隊蠻多人的 然後其實我們的團隊主持人很有趣 像是他的名字叫張雲 他姓張然後叫雲 然後這個人是孔子的第75代後代 就是我們主持人的有趣 上個月來了 孔子的後代嗎 然後他是不是應該都會問你 孔子的後代 然後後代差不多 然後我們的部門大概分成四個 第一個是 這是執行部 然後還有編輯部 然後還有 OK 然後這是設計部 好我正經理 然後這是網路部 網路行調部 然後我其實現在沒什麼時間講 所以我後面講快一點 然後我們今天主要想跟大家討論 是編輯部都要來做什麼 當然大家可能對於我們行政流程 包含的夾暴 或是怎麼印刷等等的 怎麼趕這個時間其實都有興趣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 我們私下再討論 我今天特別focus上的是 編輯部我們怎麼討論一體 然後怎麼產出 然後編輯部我們分成四個部分 編輯部第一個部分叫浪頭組 第二個部分叫生根組 因為浪頭就是浪 第二個就是農夫 在生根組 然後第三個部分叫做 呃 他們是寫手 第一個四部分做文字經驗室 浪頭組的人他們在做什麼 浪頭組的人他們事實上 在每個禮拜一的時候 我們會打開Hackpad 打開Skype 因為事實上你不可能要每個禮拜 都要有人到一些咖啡店 然後我們就no pay 然後一起來考論一個議題 然後產出一張紙之後假暴 其實這是一個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我們是non-profit的組織 所以我們就是大家在家 然後用Skype打開Hackpad 然後先列出四大報的各大網站 列出來之後 每個人負責一個到兩個 然後大家挑出你覺得重要的新聞 這些重要新聞 挑選的criteria 包含了 你可能覺得這個新聞 它的lifespan會很長 第二個是 你覺得它的議題很重要 第三個是 你覺得它的觀點 會因為四大報的特性不同 而造成有很大的分歧 然後我們在選完之後 你還必須要選擇你的切點 就是你要跟他說 我如果想要討論這個新聞的話 我的切點會是什麼 然後我可以提出什麼 跟報紙更多 更不一樣的觀點給大家 讓老一輩世代的人 看到會覺得說 哇 年輕人的確有想法 這是我們的做法 然後討論完之後 我們會開始大家 就這個議題來閒聊 像前幾天我們有開會討論 監獄的事情 我們就監獄有很多方法可以討論 像是我們會討論 到底監獄這件事情 是不是一個陰謀論發生 或者是到底監獄發生的這件事情 是不是跟監獄背後體制有關 還是這個 是不是又要討論一些 監獄內人權問題等等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然後我們最後挑出一些 我們覺得最重要 或最少可以 mention到的面向的討論 然後呢 這是我們產出的東西 我們產出的東西 就是包含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希望這個很大的問題 可以引起他們共鳴 讓他們覺得說 哇 我是不是真的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然後最後我們會在下面告訴他一個 看完問子行做什麼 因為其實大家不用想像說 OK 這群長輩他們活了五六十年 然後他們的想法會因為 有一天打開一張報紙 看到了二版三版 後面夾一張紙寫說 哇 你的孩子未來歷曼 星期要多少錢才結婚 他就瞬間改變他的想法 這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們希望做的事情 是藉由對一個地區長期的影響 讓他們看完問子之後 做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像之前在講巢運的時候 我們叫他去跟你的兒子輩 去討論說 你到底以後要租房還是買房 像是那個時候在政界死刑的時候 我們要要求你去跟你的年輕一代的溝通 到底死刑這個議題 到底應該廢死還是不應該廢死 我們希望藉由影響他 刺激他去直接的促成世代溝通 才是你有辦法真的影響長輩的方法 然後另外生根竹在做的事情 事實上就是會討論比較大的議題 不是所有議題都可以一個晚上 然後半個小時兩個小時時間 就討論出來 像是死刑的議題 同性的議題 兩岸經貿議題 這些議題都不可能是一個晚上 我們編輯過五個人做下來 就可以討論出來 所以生根竹作的事情就是 我們把一些比較巨大的議題 花比較長的時間 設定比較多的面向 最後產出的東西 以線上文章的方式產出 寫手包含了 就是我們大概有四五個人 他們本身有自己寫文章的習慣 他們可能是法律系 他們可能是哲學系 他們會用不同自己學習的角度 切入的觀點來看這些新聞 然後把他們的文章寫出來之後 因為我們跟UDN有合作 然後我們的文章就會直接丟稿到上面去 然後你們如果回去查 打個問紙 UDN應該去看到一些文章 像最近這邊 課文者原展的話 好像有一些人有看到這樣 然後另外經驗師他們做的是 你什麼呢? 其實編輯不常討論完的東西 都不可能是 很好很完整的一篇文章 也不是分量少到 你能夠直接放到一張A4的紙裡面 所以呢 要經過經驗師 他們把我們所有的問題 重新refine過一次 把所有的內容 重新順過一遍 然後最後用字啊 標點符號等等 全部由經驗師調整完了之後 才有辦法成功的印刷 對 所以這是我們編輯部總理來說 在做的事情 然後其實給大家看一些 就是我們曾經產出過的東西 然後他們也的確都有見報 就是我們做的地區 在中正區的 比較偏東南方 對 然後這是之前在討論ISIS的時候 我們去討論的事情 因為其實ISIS也有很多 很有正義的地方 其實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最近這波人質被抓 其實真的從來沒有人活下來過 其實我們也是覺得很有趣 所以我們去查歷史資料 反正其實是曾經有人活下來的 就是那種很在意人權的法國的這種國家 他們就是哇 花錢把他們的人埋回來這樣 然後其實像 再回到更久以前的高雄氣爆 還有當初 陳以珍還有柯文哲 那時候在吵櫃姐的事情 其實我們從女性的角度來看啊 有從 各種尊重各種職業的角度來看 其實 我們自己是覺得有蠻多收穫的啊 然後我們現在在FLYING ME上來募資 現在七鼠盤 現在非常需要大家幫忙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回歸項目有什麼 上班一批 啊問子 回歸項目有紙膠帶 然後有 問子測 所謂問子測就是說 我們這半年做下來啊 一共會有很多很多張 然後把它們統統集結成測 然後另外還有問子特刊 問子特刊就是說 我們把問子放在旁邊 然後把當初配到的新聞 也放在旁邊 你就可以立刻比較出 OK 到底四大媒體是怎麼報的 然後我們問子 是怎麼討論這件事情的 然後另外還有 還有鄉里座談會 因為其實我們之後想要做 不好意思 再用大家多一點時間 就是我們 我們要做的最後分析 是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直化 一個是量化 直化的部分是 我們會做鄉里座談會 我們已經找到大安區警華里的一個里長 跟他合作 下禮拜或是三月初 會開始辦第一次講座 然後到時候會直接找 當那個里裡面的長輩 還有那個里裡面的年輕人 再加上那些問子團隊的人 直接進行社會議題的事態共通 我們就直接來辯論 看誰吵得贏 然後 我們除了直化分析 之後還有量化分析 我們做完一個中正區東南方的長期家暴之後 我們會對他們做電話試調 然後做比較統計上的分析 然後我們會有比較組 就是那些中正區同一個區 沒有被家暴的那個區 就是比較組 然後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 到底直化來講 長期的家暴對這個區域有沒有影響 還有量化來講 到底長期的對他們有沒有影響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project 最後做到最後一個 打破是在這場實驗過後 我們可以告訴別的NGO 告訴別的任何需要傳播某個理念 某個想法的人說 長期對一個地區家暴到底是有用 還是沒有用 所以這是我們希望最後做出來的結果 然後 希望大家有空可以上 問 Facebook去查問 我們都在上面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